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5年有一个医生 他使用了精颈动脉插管 直接打那个没法门 然后发现精颈动脉打药的肌肉特别辣 所以很快就被炒弃了 到了1993年的时候 因为日本人的文化 他是拒绝战眼的 他就算死了 他也这样 所以他们就想要找到一种方法 能不能够保眼 所以他们就重新改进了1955的基础 他在颜动脉上方加一个球囊 然后在颜动脉上方加一个球囊 然后在颜动脉的药 这样的药物就更好进入颜动脉 到了2006年的时候 纽约的高敏 他又重新改良了这个技术 他使用的是微刀管 直接将微刀管插入到颜动脉 然后2008年的时候呢 阿姨曾发了个手 手 手片的那个ISD的文献 发现他的效果特别好 所有的巴黎患者全部是保眼的 而且都是中晚期 都是低调一期的 2009年的时候呢 因为有一个患者 他是看了一个文献 然后他去找张主任 问他张主任能不能做这个手术 不然他又要去纽约做 所以张主任根据文献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例 第一例那个手术 然后呢 到了2011年的时候 纽约就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 就直接放宽了他的 放宽了他的吸引症 直接作为所有的 保 所有的 ABCDE 系的 全部的一线治疗助理 就从2011年起 就是他们基础已经放弃了 等等放弱 到了他们报道 到2014年的时候 纽约就是纽约的高等 他们已经做了超过1000次的手术 在我们这边呢 到了2011年统计 已经做了 也超过了1000这个手术 到现在的话 可能是已经超过了1200次的手术 所以这个 IAC 它自从那发现到现在 它一下子就感觉是这样风鸣的成熟 几乎很多国家都会有做各个技术 所以已经在全世界广泛地被使用了 如果大家不明白 我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动画 这个动画是我从Youtube上下载的 然后翻译成的一个中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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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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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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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